人眼识别的技术 在14年我们突破了人眼的识别准确率 达到这么一个超过人的能力之后 它就有一个非常潜在的 一个很大的市场可以去做应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机器去自动判别 在预警阶段的话 我们会通过附在重点地方地区的这些摄像头 如果出现我们公安的重点不控能源 有出现而且它的频率很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眼比对这个技术之后 我们觉得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的效率 大大提高了 我认为就是说人们在生活当中既有安全的问题 也有隐私的问题 我认为就是说人们在生活当中既有安全的问题 我认为就是说人们在生活当中既有安全的问题 我们一 sollten是 mencionicht起来